因为早期而言的话 根据一个美国的统计资料 这个资料得到是其实是很珍贵 因为当初这资料分析的时候 就是在我们喝吐阳性乳癌 还没有标靶的时候 那时候治疗大部分还是以说 所谓荷尔蒙阳性乳癌 要治疗还要不要用泰默西分这个药物 那时候都还在辩论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就只有化疗 会对我们的帮助比较好 那时候统计一个资料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 喝吐阳性就是这条紫色的线 其他就是刚才讲的说乳癌的其他分类 大家可以看 这个线从一开始这样就开始下降 一直到最后甚至到最后统计的时间点 在诊断后第20年后 它竟然变成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比什么 比现在所谓大家听之闻之色变的三一性乳癌 还差 这在当时就是说我们喝吐阳性的肿瘤 没有标靶疗法这样的病人 他的预后是如此的差了 但是有趣的是说 其实标靶疗法也不是最近才出来的 标靶疗法已经出来 问世已经超过十年以上十几年了 所以最近就是美国在这一两年内发表了两个大型的乳癌 使用标靶疗法的十年跟十一年的追踪报告 我们就把它放上去 就是 第一个十年的报告这个叫做BCIRG BCIRG006它其实就是说我们乳癌的患者 他使用了一年一年的标榜 就现在标准治疗 以后然后我们来追踪它 它的存活率 当然这不能随便乱加 只是我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说 现在喝吐阳性的早期乳癌的存活率 就是整个统计起来的话 就是说它做辅助性治疗的话 它拉到到这个地步了 在这里 这点其实很高了 从这里紫色这边直接往上拉 十年后拉这么高 然后另外一个是十一年的追踪报告 这个HERA study其实当初是在讨论说 我们的喝癌瓶这个药物 Trastuzumab这个药物 它到底是要打一年好 还是打两年好的临床试验 然后后来发现到最后当然结论 就是打一年就好 打一年的话 在十一年的话 它其实也是从这里拉到这里 所以喝吐阳性的乳癌 在有我们所谓的喝吐标靶的治疗之后 它的存活率是大大的提升了 往上提升了 非常非常大的比例 所以就知道 一个我们可以测试出来的 癌症上面的受体 跟我们有一个好的治疗 就是像刚才陈主任提的精准治疗 就是这样子 它就是可以大大改善 我们病人的存活率 所以我们这个病 这个病的病人 你在15年前得到 跟你在现在得到 其实是差很多 你可以拿到治疗 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当然了 就是说 现在已经是到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用在喝吐阳性乳癌的标靶 在之前大概怎么讲 大概就是有可能 5年前大概陆续出了新的两个标靶 不然以前大概就是这个 这个药物跟老帕提名这个药物 在唱独角戏 后来渐渐的陆续又开发出来一些药物 所以目前我有演的话 现在美国政府 允许可以用在喝吐阳性乳癌 当然里面有一些是可以用在 转移的可以用 有些是辅助性治疗可以用 有些是前导性治疗可以用 他们五个的适应证没有全部一样 但是目前可以拿在手中的药物是 大概是这些 尤其是这个药物是非常新的 这个药物现在其实是被美国政府核准在 我们在用了一年的辅助性治疗以后 再加上第二年的治疗 它其实有好处 然后它在转移性乳癌的治疗 目前还在评估 但是我们用一个治疗 可以把病人的存活率 或者是说他无病存活 或许把它提升到这么高 那大家当然就会在想 其实在做研究的学者就会想 那一个就够了吗 因为这些其实机制上都略有不同 就大家会想说 既然成功了以后 是不是就机制上来 把两个抓在一起用用看 所以